已经成功首飞 如果消息属实 这意味着中国已经扫清了战斗机弹射型的相关技术障碍 现在机问级也将不会约束 未来中国发展有弹射器的航母 此前互联网上出现的一张图片显示 国内某传播类研究所的名称 出现在一架歼15战斗机模型上 并且图片还显示 这架歼15战斗机模型的起落架已经进行了改装 起落架收放动作桶明显加粗 双前轮前部安装了疑似弹射拉杆 从图片所示的研究所官方网站得知 该所是国内目前最大和最有影响的 传播特辅机电设备研究所 据此多位军事观察员就曾分析认为 这表明国产舰载战斗机在进行弹射起飞的相关研究 舰载机作为舰艇编队的主要攻防5G 它能否迅速可靠的起飞 是保证战斗力的重要因素 舰载机中除垂直短距的起降飞机和直升机能垂直起飞外 其余的固定翼舰载机均要经过适当的距离滑跑 达到一定的起飞速度才能离舰起飞 目前在舰所搭载的固定翼舰载机的起飞方式有两种类型 弹射起飞方式和滑越式起飞方式 而弹射起飞方式是当前舰载机起飞最为有效的方式 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自服役以来 其搭载的歼10-5战斗机 由于只能采用滑越式起飞而备受争议 不过抛开弹射起飞与滑越起飞究竟数有数列的争议话题不谈 对于辽宁舰的滑越起飞方式来说 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飞行甲板上的起飞作业效率问题 如果歼10-5从1号升降板上甲板 就得被牵引着向后移动上百米 而如果采用弹射起飞 升上甲板的歼10-5就可以就近等待弹射 作业量也会减少很多 由于弹射器安装的位置都比较靠前 挡焰板后面的甲板空间较大 相比之下可以停放更多的飞机 为再次弹射起飞创造了比较好的条件 而且可以弹射一架后就开始下一架的再就位 因此对于未来国产航母来说 采用弹射起飞将有效提高舰载机起飞效率 国内相关科研部门研究弹射型舰载战斗机也是必然选择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5到10年内 歼10-5仍将是中国的主力舰载机 虽然对于中国来说 研发弹射系统极具挑战性 弹射系统必须经过精心的设计与制造 才能有效运转 但随着未来中国研制的带有弹射器航母的开舰 解决弹射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军工科研人员 期待解决的问题 未来一旦弹射技术成熟 中国一定会将弹射